此線節目《明愛戀萬森》 在10號晚圓滿舉行 各位善心藝人為了籌款傾力演出 包括Lisa姐汪明傳 關心賢 谷子喬 譚家儀 詠儀 李靖君 Ginni李恨毅 進身聲夢傳奇六強的學員 戴祖兒 陶玉倫 陳日璇 知名鋼琴家牛牛張勝亮 王興平以及劉亞麗和媽媽包曉華等 在節目上 歌手們先後和香港青年中樂團一起演出 不知道籌備明年二十周年演唱會的Jay 會否考慮演唱會加入中樂元素呢 現在正在等期 是 其實未定是甚麼方向 會否去中樂 還是加韓樂團 我也覺得很適合我的歌 所以現在有沒有都很頭痛 都真的要想定 都有想定一下 因為就是想要四面台先的 四面台的做法就要花很多心思 雖然現在的期未批 但我們都可能在任何時一批 我們就想定方案是怎樣做 是 很期待的 因為我自己未開過四面台 兩次都是三面台 我覺得明年五月的時間最好 最完美的 但可能現在有機會是 一月、四月、五月、六月都不出奇 所以我的狀態要隨時準備好 新劇迎偵日的熱播當中 Hana也有幸參演 接下來角色即將登場 所以Hana也很期待 快要有自己的出現 很緊張 真的是第一次正式去拍劇 其實很新鮮、很緊張 很期待自己出現 因為拍MV拍多 通常MV是一定拍到你最好看 但劇就不會了 每個神情、每個動態都不一樣 而且你要說對白 Gin Lee最近忙於星夢導師的工作 有不少歌迷都很緊張 她何時推出新歌 一天Gin Lee透露口風 表示新作品正籌備當中 我現在正在錄新歌 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是要為大家準備 所以大家再多給一點時間 很快 有否透露一點驚喜 不可以說 因為真的是一個 我自己都覺得很震撼的一個 一個… 一件事 不說 但是值得期待 專身六強的星夢學員 雖然是首次參與直播慈善節目 但因為之前已經存落不少舞台經驗 所以這晚表現都非常淡定 而提到接下來將會推出全新節目 《星夢Summer Camp》 為11至15歲的年輕人 提供歌舞藝訓練機會 一群學員都說身邊反應非常熱烈 因為其實我自己收到很多訊息 可能粉絲他們訊息說 很羨慕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舞台去唱歌跳舞 他們都很喜歡 我現在覺得 現在有一個Summer Camp 就是給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11至15歲這個年齡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TVB也有搞這個 那你多快點來參加吧 發掘一下他們的潮能 Chanel和Yumi都是14至15歲而已 其實我也可以參加 但我也有很多朋友都很想參加Summer Camp 就已經報名了 我要進去見到你們 全部人 就很期待見到我們所有的參賽者 你不是想學跳舞嗎 是啊 我想學跳舞 真的 如果我11歲12歲 我跳舞可能我現在跳得比Yumi 是啊 可以啊 這期Gigi嚴明欣新聞多多 外界對她和她家人有不少選擇 不過Gigi就說 沒有因為這些傳聞而影響心情了 不懂得面對 那又沒有 因為可能我自己看完報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實說什麼 所以我自己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家人應該都沒有什麼感覺 Vinci除了星夢之外 最近亦為唱片公司舉辦的選秀節目 擔任嘉賓導師 Gladys就擔任主持 兩人都很希望透過節目 可以發掘樂壇新血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青春的 因為不知不覺 原來我已經成為了前輩 所以 我們也是前輩 我看著這群年輕人 對於這一行很有熱誠 都令到我有份找回那團火 其實整個過程 無論是Crew 或者是學些參賽 其實都很辛苦 對… 全程拍攝他們 然後機器又要… 全程要跟著他們 所以都很欣賞 希望大家加油 Joey和Oscar 最近為了宣傳新歌 經常媽媽公仔的出現 Joey還自爆自己為了拍檔 轉行成熟路線 因為跟我的合作對象有關 她年紀比較小 我又扮年紀小 感覺上有點扮 所以我簡直一不做二不休 簡直行成熟風 大家就不會說我扮 是嗎? 我經常覺得她這一身的裝扮 你又怎麼看呢? 正呀,我很少讚人 我今天第一眼見她 已經覺得OK 她說我瘦了 是呀 那是否最近積極減肥 絕對不是 又是這個反向逆思維 因為我最近是肥了 所以我的化妝師一看到我肥了 就說今天要幫你打很重的陰影 所以看下去大家就說我瘦了 而久美現身大型節目的陳日璇 對於今次能夠參與慈善演出 她都覺得很高興 那我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真的很久沒有回來TVB唱歌 第一次演出 就可以是一個這麼有意義的 明愛戀萬森的場合 籌款又可以幫助到人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這次就是很高興 我可以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在三分十秒的時間裡面 彈了差不多十八首的古典音樂 加一個中國曲折 就是像一個串燒 Linda的爸爸黃宇抱病多時 但礙於疫情 Linda一直未能飛去台灣探望對方 說起這件事 Linda都覺得很無奈 台灣原本也挺好的 情況 我自己有疫苗 我立即打了兩針 我打算可以飛 誰不知輪到台灣開始有疫情 現在就算飛台灣也要隔離 還有就是 因為我爸爸是在醫院 醫院其實是不歡迎人去探病的 所以就算飛到去可能也沒什麼用 劉瓦麗和媽媽包曉華在八月 將會以母女檔開show 劉瓦麗更表示日前已經賣出所有門票 包曉華高興同時也多了不少壓力 七十多歲了 哇真的很大壓力 不像 真的有像 陪哥遲 工人姐姐又回到菲律賓 家裡又要做家務 又要照顧六隻狗 哇真的 很忙 什麼都 唉 忙到一身寒 到時候 應該都會聽到你們很多的合唱 播曲這樣 都會 其實現在票房就搞定了 其實壓力就是這麼多人的期待 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一定要準備得更加好 不要令到買了票的觀眾失望 好 好